20. 大公報 財會金緊如四居中審創科局撥款 2015年7月18日 港文A16 大公報信 記者公學名報導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接連第四日加開會議 在激進反對派的拉布戰下 剩餘四項包括公務員加薪及成立回收基金等政府 提出的民生議程終於獲得通過 在一會前 財委會指剩下今天四個小時的時間來討論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如果反對派堅持拉布 創科局的成立恐第三次受阻 財委會作加開三折合共六小時會議 反對派繼續走沒有爭議的民生議題發動拉布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在主持會議期間 多次提醒反對派議員發言不要重複離題 以及單純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無奈社民連梁國雄 人民力量陳偉業等人依然顧我 繼續提出一系列所是無聊的問題 白白燃燒了五個小時的會議時間 昨晚十時左右 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民生議程中的聲譽四項 包括公務員加薪 成立十億元回收基金 增加十五億元支援中小企發展的基金數額 以及涉及一億元的支援建造業議會推出先導計劃 終於全部獲得通過 財委會剩下的議程剩下成立創科局的兩項撥款申請 將與人昨晚決定 提早一個小時休會 並於今日再進行討論 在休會之前 財委會指剩下四個小時的會議時間 反對派如果堅持拉布 不但可以在會上提問 而且可以提出一系列臨時修訂及休會與終止辯論的動議 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極有可能再被反對派拉布拖架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反對派信不過 多個黨派之前聲稱不會參與財委會拉布 但民主黨道謹申 公民黨毛孟靜和工黨張超雄扣不斷提問 他擔心即使財委會能夠開始討論創科局撥款 也未必有足夠時間完成表決 被問到財委會之後應否再加回 直至處理完創科局撥款 葉國謙說 民建聯一眾立法會議員下週將會訪經 時間尚難以配合 多次中共立法會議員下週為定 組織心 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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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